大师兄 你竟然勾结魔族中人来暗算我们 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会跟魔族的人勾结在一起 我想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还是先跟宗主禀刀吧 怎么回事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呢 怎么少了一位弟子 宗主 我们在秘境中被魔族偷袭了 另外一名弟子已经陨落了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秘境向来只有我们玄天见宗的人 才知道进入的方法 魔族的人怎么会在里面 是大师兄将魔族的人传送到秘境 大师兄一直都在替魔族做事 什么 迁苏 这是怎么回事 宗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宗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恩一回来就说我跟魔族的人勾结在一起 小恩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大师兄将魔族的人传送到秘境的让子 既然没有证据的话就先这样吧 这件事我会派人调查的 宗主 我跟篡天侯决定退出宗门 你们要去要留随你们 不抢求 既然你们代步下去那就走吧 篡天侯 我们走 你干嘛那么冲动退出宗门啊 相信我吧 这个大师兄真的有问题 我当然相信你啊 只不过我们在试炼秘境待了一天 刚回到宗门 怎么说也得先吃顿饭 填饱肚子再走吧 我现在肚子都有点饿了 我这里刚好有点零食 拿去吃吧 我去 这零食是什么玩意也太好吃了吧 哪里来的 行了 吃完就赶紧走吧 随后 肖恩他们来到了一处拍卖会现场 接下来拍卖的这是一件极品神器 屠龙宝刀 规律巨大 想必各位道友也是识货的人 比价十万金币 价高者得 一百万金币我要了 我出一千万金币 一千万金币 还有没有更高的 恭喜这位道友成功获得屠龙宝刀 接下来最后一件拍卖题 是一把不知名的普通武器 其他价一百金币 你有没有带金币 这把武器我要 我身上只有两百金币了 这把货武器你要来干嘛了 你看他们都没人要 那是他们不识货 相信我的眼光就败了 我出两百金币 行 恭喜这位亮仔 两百金币拍下一把普通的武器 今天的拍卖会就到此结束了 真是傻瓜一个 还以为自己捡到宝子 这玩意送给我